数百万冲天炮齐发 犹如风群清潮而出的盛况 云霄节台南盐水风炮民俗庆典 今年如期举行 市长黄伟哲与市府各局处首长 庙方管理人员等 共同走过平安桥 为活动顺利祈福 今年台南市盐水风炮 决定如期举行 但是在规模上 在动线上 在防疫规定上 我们都会有一些改变 也就是说规模缩小 动线单一 防疫规定加盐 所以说希望说 这个用意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 安全又健康的盐水风炮加起 制作主炮城的工作 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各炮城还要张贴实名制QR Code 盐水五庙 今年以粤港虎药迎新春 为活动主轴 元小姐当晚九点 在盐水国中操场 实施人流总量管制 将由四座主炮城 共同释放约200万只风炮 消防局人员也在现场宣导 示范参与风炮庆典的安全防护装备 包括全罩式安全帽 毛巾 口罩 棉纸手套 大衣 牛仔裤及运动鞋 缺衣不可 因为这个毛巾 也是要棉纸的毛巾 然后比较长把它围起脖子 那现在这大衣的部分 大衣我们这边也是要穿 棉纸的后大衣 棉纸的后大衣 那切记不要穿风衣跟羽绒衣 头的部分就是要戴全罩式的安全帽 全罩式的安全帽 是周围有家砖防布 那如果你没有架装防布 就是要外面再裹一个毛巾 比较长的毛巾把它裹起来 因应防疫 今年盐水风炮才不绕境 15个定点集中释放 而且民众不能靠近离炮 只能隔着一段距离观赏 盐水风炮相传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 为当地驱离瘟疫而流传至今的习俗 已成为台湾元宵节的重要盛会 新南亚台电视 史静旺 林沛云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